重新东西 什么重新东西 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钢琴 麦上麦粉 下面讲我们要为大家演出的是 作曲家郭文敬大师 为北京2022年冬奥队创作了C大跳 钢琴协设去海拔代学 我想给大家做一点点解说 也许海拔代学这四字 大家会觉得有点 我们一起讲其实是 这个在我们吃饭下的 这个北京冬奥队的时候 我们曾经 就是北京冬奥队创作 到了延庆 因为那是直到赛桥之间 海拔山就坐在延庆 这个海拔山海拔有将近两天 据说这个 海拔山丁上那个喜的 长颜无望 但现在又不是 现在这个地球变化了 这个气候落的 他现在已经带血 带帽子带血 就是冰水的血 海拔代学 海拔山是 2020年冬奥会的一个祖称 也是这个奥运会 既有尊所在 所以说 他们特别希望 我们要把海拔代学 调取 就更与第一次在 想说的就是 我们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 夏季奥运会 夏季奥运会之后 十多十四年 又深在了 这个 208年北京冬奥会 同一个城市 举办夏季的冬季奥运会 北京是第一家 我想特别说的就是 作曲家郭文鼎大师 我们俩是 应该在差不多三年前 这个 谈道想 请郭大师 写一部 现在北京冬奥会的过程 写什么 后来郭文鼎大师做 他想写一部 钢琴写过程 你要好 写了 我们就 他就 我们一拍警察 他就开始工作 你知道 一个手机家 发帖了 年半多时间 在写出的具体 也是非常艰难的 这个 另外 我想说的就是 我们特别 从上海去 和 青年康运家 徐也语家 来担任职场 运会的 和赏 青年康运家 他也许不太适合 但是他和我们的 波斯合同 包括在来 也有所为 比较远环 在青年康运会的时候 谈到我们的 第三方机会 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 和青年康运家 他花费了 一个月多的时间 连下 突然下 人的巨蜀 这个 邂逐时 有三位 想 写什么 说了什么 大家 都会听到 幸运是 这部作品 世界首演 今天的温柔 特别有幸 第一次 听到 他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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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